OK 开始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边 今天的视频是一期 边边护肤实话实说的第二期 第一期的时候 这个系列真的广受好评 大家都说很喜欢看护肤品的实测 所以我这次又马上就跟进出了第二期 这期还是有九个护肤品 然后里面有好有坏 有我非常喜欢的 也有我不那么喜欢的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啰嗦一下我的肤质 T区比较有两家 稍微有点干 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干 然后现在我是在洛杉矶 所以冬天的话还是挺干的 除了有点红血丝之外 我的脸上就是没有痘痘 也没有过敏 正常没有特别多的皮肤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产品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个 Origins的10 Minutes Hydrating Mask 我好像在苏波兰的视频里面推荐过了 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非常喜欢它 所以我给它打的是五星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性价比很高 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好像一罐才二多刀 然后我这罐其实已经快用完了 我觉得就是在我使用的 所有的脸部的保湿面膜里面 这个算是一个 会在我最喜欢的之一的一个 就是它 首先第一个就是 它的味道是那种很香甜的果味 它里面是有Aprica 就是有杏子嘛 所以就是有那种甜甜的果香 然后它挤出来是这种白色的 比较偏厚的乳液状 就在脸上停留10分钟 然后它就会变成透明色 就说明那个水分被你吸收了嘛 然后你就把它洗掉就可以了 洗完之后就会觉得脸非常的保湿 非常的补水 同时就是感觉食用感也很好 因为你一直都有在那个甜甜的味道里面 就感觉从内而外 从心灵到皮肤都受到了滋养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给它打了五份 同时我后来去查查它的成分 成分都是比较天然的 它里面有杏仁油 碧麻油和米糠油 起到一个滋润的效果 然后里面有绞砂碗 枣提取物 海藻糖和透明治酸 是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 里面还有一些香精 但是它的香精都是天然的 蔷薇花提取 桂花提取 甜橙皮精油 这些东西来做香精 所以就是难怪它的味道 让我这么多喜欢 就不是那种人工香精的那种甜味 而是就是那种很天然的 像花果的那种味道 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如果你在寻找一个 就是性价比很高 很便宜 但是有很好用的保湿面膜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然后下一个东西是这个 也是Origins的一个面膜 Retecturing Mask with Rose Clay 它其实是个清洁面膜 死皮啊角质啊 什么的可以去掉的 就是因为它是Rose Clay嘛 粘土类的清洁面膜 这个是我年初的时候买的 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用完 所以呢 就说明我不是那么的喜欢这个 我会给它打两星 我买它的时候 是因为我试了一套 就是Origins的那个面膜的中药 然后我在里面 最喜欢那个清洁面膜 就是这个 所以我当时就直接买了个正装 但是没想到 就是我买回来之后 就没有那么的喜欢了 挤出来就是这种粉色的黏土 你看 闻起来也是那种很香的 就是有一股黏土味 但是又比较天然的 有一点点香味 它这个是这样用的 就跟普通的泥土清洁面膜 是一样的 就是先给脸上一抹 然后过上个几分钟 它就会干 然后干了之后 你就把它洗掉 因为它里面有黏土的成分 就可以吸收掉你的皮肤的油脂 同时呢 会去掉你的角质 好的地方就是 就是它成分比较天然 然后闻起来的味道 也比较天然 但是我之所以不喜欢它 就是因为它这个里面 它是有那种磨砂颗粒的 而且是那种挺粗的磨砂颗粒 当脸上黏土干的时候 其实你的脸是处于一个 比较干干的状态 因为它会把你的油脂吸掉了 然后同时那个面膜 在脸上也是干干的嘛 在那种状态下 去洗脸的时候 还有磨砂颗粒 你知道那种痛苦就是 次数多了 我会觉得有点伤皮肤 就是会让你的皮肤 给磨薄了那种 因为我感觉我本身不是属于那种 很油脂很大的那种大油甜 所以我还是更喜欢那种 没有颗粒的那种清洁面膜吧 因为我以前一直用的是 切尔氏的那个清洁面膜 但是其实你们看 我刚把这个擦掉之后 手上的皮是不是嫩嫩的 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用了中药的时候 洗完它也是有理由的 因为洗完之后 你的脸真的会就是嫩嫩白白的 我就感觉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只剩了一层干干净净 清清洁洁洁的鸡蛋颗粒 然后下面第三个 是这个切尔氏的金盏花洗面奶 我给它打的是四行 它这个洗面奶是一个 氨基酸起泡剂 就是它是那种比较温和的 就是你洗完之后 你的脸上会是感觉有保湿的感觉 如果你用过那个 Bossier的那个洗面奶 这个就洗出来 跟那个是差不多的 洗出来之后是这种透明的 透明的像胶水一样的这种感觉 拿水打的时候 它的泡沫不会是那种 特别丰富的泡沫 一般那种比较温和的洗面奶 像这种氨基酸起泡剂 就是你洗完之后 你会觉得脸上好像有一层东西 你洗不干净 或者你会觉得那个泡泡很难洗干净 但这个就还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 当你脸上打完 然后再去洗完的时候 那个泡泡就很容易能洗干净 我觉得是它在所有的 温和洗面奶里面 比较好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就给它打了四行 我觉得它非常的好 而且它其实虽然洗完之后 你的脸会觉得是保湿的 然后你觉得它是个温和的洗面奶 但它上面写的是 Deep Cleansing 给正常到油皮的肌肤 所以它其实标榜的是 一个更强的清洁力 在清洁力很强的同时 它又是比较温和的 洗完脸是一个 比较保湿状态的一个洗面奶 为什么我还是给它少了一星 就是因为我个人可能 还是更喜欢像CPP那种 洗完之后像是有香皂洗过 那种很干净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心中有一个 最爱的那种 洗面奶的那种样子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会 对所有的洗面奶的要求 再高那么一点点 我就给它强行再靠了一分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 我个人会给它扣分 就是因为它真的太难用完了 就是我大概年中的时候用的吧 到现在已经用了半年了 你们看到了吗 我才用了这么一点点 它这一片有这么多 我要用到何年何月才能用完 因为它确实每天需要的量很小 你这样挤的话 就是一逗逗就可以了 但是它这一片有这么多 我真的觉得我是用不完的 这个对我来讲是个缺点 因为我不喜欢一个东西 用那么久都用不完 下面一个是一个 这个叫Basic Care 玫瑰花喷雾 Basic Care是一个小众的贵妇品牌 就是它的东西还是挺贵的 但是这个是人家送我的 所以我就很开心 我觉得做博主真的好 就有人免费送你产品 让你试用 虽然是别人送我的 但是绝对不会影响 我对它的那个真实的感受 我挺喜欢的 你看它的喷雾其实挺细的 你们能看到它那个喷雾吗 就它的喷雾很细 而且它里面是那种很香 就是很像真的玫瑰花的那种 玫瑰花的味道 就给我送产品 那个小姐跟我说 她说这一瓶里面 有一百朵玫瑰花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有一百朵玫瑰花 但是我能感觉到 就是很香 很有那种贵妇感的一个喷雾 它喷上去之后 是那种很清爽的感觉 但是它又有那种补水的感觉 自从我收到这个之后 我就特别的喜欢用 但是我发现 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它用的真的太快了 我可能才用了一个月 你看这一半已经用完了 我就觉得 这个怎么会用的那么快 可能是我每次喷的时候 我都喷太多了 我觉得喷那个味道真的很好闻 而且它甜甜的 使用感很好嘛 所以可能忍不住就喷多了 然后就一下就没了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超级大的优点 但是我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会这样想 就是我每次喷到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舔下我的嘴 然后上面有那个喷雾 这个味道是甜的 你们能想象吗 有一个化妆品 它尝起来是甜的 你不会觉得 你对这个化妆品的好感度 会高很多 有一种很天然的感觉 不是说所有的天然的东西 一定是甜的 但是如果你尝起来是个甜甜的 然后你肯定会觉得很舒服 当季会对这个的好感度 会高了很多 还有个优点 就是它确实喷到眼睛的时候 完全不会有任何刺痛感觉 即使就是喷到眼周围 我去揉了眼睛 我还是不会觉得疼 其实这种喷雾 对我来讲 真的就是一个使用感受 还有一个就是 在精华所有的护肤之前 起到一个给你的皮肤打底 让你的后续的保养品 也比较容易吸收 然后有一个补水的功效 我觉得这些功效 这个都是有做到的 但是为什么 我没有给它打五分 还是给它打四分 就是因为我觉得 它性价比不是很高 因为你看我半个月 就用完了半瓶 然后这一瓶好像要60刀还是90刀 就是在他们的官网上买的话 我觉得有点太贵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如果不是太贵的话 我是一定会回购的一个喷雾 下面一个喷雾 跟这个喷雾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就是这个Fresh的 叫什么Nectar是啥 Nectar是啥 Nectar是不是也是性子 还是蜜桃 反正就是 它应该就是一个蜜桃的系列 喷雾也挺细的 但是它的味道 其实我刚开始是挺不喜欢的 我觉得挺人工的 第一印象就有点减分 然后 但是其实Fresh 它这个系列都是那个味道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可能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我给它打的是两星 就是不会买的 低于普通水准的一个护肤品 但是我知道 其实有很多人都挺喜欢这个 我先讲一下我不喜欢的原因吧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这个喷雾 你想 这种一般铝罐的这种喷雾 比方说大葡萄喷雾 它是这样 就可以一直喷一直喷的 然后你就会这样粗粗粗一下子就喷完了 但是你看它这个 它是这样一下喷 然后就没了 然后你就要赞一下 赞一下 但是它赞一下的时候 就是不是很容易喷出来 我觉得有点费劲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只要我在眼睛的周围碰到 我的眼睛就会疼 有一个朋友有一天很机智 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 就是因为这个喷雾里面 有维他命C 维他命C本身是一个比较刺激的 你知道它尝起来是酸的 所以就是它会比较刺激 可能就会刺激到眼睛 然后你就会觉得疼 所以对我来讲我就觉得 这个使用感受不是很好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 它喷完之后 是那种滑滑的黏黏的在脸上 我比较喜欢的喷雾 还是比较清爽的感觉 我不是很能接受一个喷雾 喷上去是黏黏的滑滑的东西 可能真的纯粹是我个人的喜好 我就没有特别的喜欢它 然后下面一个是个精华 是这个胶兰的这个watery oil 就是复原蜜吧 我不知道它中文是不是复原蜜 胶兰的产品我都不是很了解 就是我之前真的没有怎么用过胶兰的东西 然后这个也是在免税店的时候 给我妈买了一个胶兰的东西 我就顺手给我也买了一个小瓶的 然后这个小瓶还真的挺小的 我一直觉得胶兰的东西应该很贵 但是我买了这个小瓶之后 我才发现其实它的小瓶的精华 其实挺便宜的 就好像不到一百刀 我觉得原来我心目中的 这么贵妇的一个产品 竟然是不是那么贵的 然后就很开心我就用了 然后我觉得还挺喜欢这个的 这个我给它打的是五颗星 它叫watery oil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精华油 但是它叫watery 所以它就是非常水的一个精华油 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滴上来的话 它是会直接流下来的 滴到我的手机上了 这个感觉整体是非常非常水的一个油 手上的那种感觉 你就会觉得像水一样 但是你在脸上抹开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有那种油润的感觉 然后我其实是夏天的时候买 我暑假的时候买的 我怎么还有暑假 我一个工作的人了 有暑假 反正就是那会儿回国的时候买的 我当时会觉得 哎呀这个夏天用是不是有点太油腻了呀 但是最后我发现其实真的没有 就是我夏天用的时候当夜间的精华 我还是觉得挺好的 可能是我自己个人也比较偏好那种保湿一点 滋润一点的精华 在冬天来讲的时候 因为我后续的面霜用的比较油嘛 所以我的精华就是轻薄一点也无所谓 所以我冬天的时候还是会挺喜欢的 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很喜欢 只要你不是大干皮 就是大干大干 就是你的精华一定要特别的润 特别的油 那种大干皮的话 正常的皮肤都是可以的 哪怕你是轻微的油皮 我觉得也可以试一下 因为它这个油真的太水了 而且它其实真的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贵 或者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贵 可以从小的开始买的话 一瓶也不到一百刀 然后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它的成分 因为它上面画了这个小蜜蜂嘛 我查了它成分 它里面真的是有蜂蜂乳的 就是它真的是有小蜜蜂的成分的 然后它里面有甘油 蜂蜂乳和甘露糖醇和蜂蜜 是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 里面还有维生素E 里面是抗氧化和保湿的作用 还有薔薇果油 茶花籽油和水解蚕丝蛋白 可以调理皮肤 所以就是它还是一个比较奢华的成分 然后使用感受也很好 然后包括它的包装呀 瓶子呀 整体就是比较贵妇感的一个东西 下面一个我还是要说的一个 就是这个油 是CPB的这个护肤油 Multi Repair Oil 就是多用的一个油 我是去年年底买的 到今年年底一看 我才用了这么点 就是这个真的太耐用了 所以它的单价挺贵的 好像要180还是160 属于比较贵的一个护肤品 但是它真的用起来特别的慢 因为它整个一瓶都是油嘛 所以就是整体来讲用的很慢 它这个之所以叫就是多用油 是因为它说它可以擦身体 也可以擦头发 也可以擦脸 但是呢 对于我来讲 这个这么贵的油 我当然是不可能用它来擦身体 和擦头发了 对不对 我就只能用它来擦脸 闻起来是一种很甜的花香 我还挺喜欢这个味道 它这个瓶子是粉红色的 但是它的油是透明的 然后它的油也是非常非常的水 非常的轻薄 但是呢 就是比起刚才这个胶栏来讲 它会更像油一点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轻薄的油 就是你抹开的时候 你明显能感觉到 它是油 但是是一个比较轻薄的油 冬天的话 如果单用这个当面霜 就是当代替碗霜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太够的 因为它比较轻薄 真的是一个比较轻薄的油 所以我冬天的时候 就是会把这个和一个面霜 混合在一起用 有一些妹子也会给我留言 就说 我是大干皮 冬天真的脸干得起皮 怎么办 其实我是比较推荐 就是你在你冬天用的 比较厚重的面霜上面 再加一个这种面油的产品 两个混在一起用 然后你用完之后 你的脸就会觉得 是那种油润的感觉 但是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油 保护了你一碗 会让你的皮肤非常的滋润 拿这个当面霜的时候 那个保护的感觉不太够 拿这个搭配别的用 所以我用的也比较慢嘛 所以我给它打的是四星 因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单独使用 会让你觉得有那么那么好的一个护肤品 但是和别的搭配使用的时候 就会事半功倍 然后说一下它的成分 它里面是有水 甘油 海藻糖 和透明脂酸 起到保湿的作用 还有微液 是抗氧化和保湿的作用 薔薇果油 茶花籽油 和水解蚕丝蛋白 你们觉得这个成分 听起来有点耳熟 是不是和这个的成分非常的相似 可能它是真的有相似之处 然后下一个东西就是我和这个搭配使用面霜 是这个First Aid Beauty的这个Ultra Repair Cream 我用了就是大概上面的这一点 这个是我当时在那个套盒里面买的 就是这个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 那一个套盒才25刀 里面有三个东西 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很厚的面霜的质地 然后你弄在手上你可以看出来它的这种厚重感 就是抹开的话就会像是在抹那种蛋糕上很厚的油 然后单用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太厚重了吧 在我的脸上 我给它打的是三分 就是不算好也不算坏 其实我是想给它打两分的 但是因为我现在一直在用嘛 我觉得我还是会继续用下去的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自己本身对它也没有那么的讨厌吧 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介于三分和两分之间 是我不会回购的一个面霜 我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味道 真的让我觉得使用感受会很差 就是因为它首先是比较难抹开的这种 很厚的这种面霜 也比较难推开 然后你在脸上是这样摁的嘛 按摩的时间更长一点 就是我在弄的整个过程中 我会觉得我好像沉浸在一股塑料味里面 我不太喜欢那个感受 所以我就不太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为什么我又现在一直在用呢 是因为我用这个搭配这个 然后这个的味道很好闻 花香和玫瑰油和那种贵妇的化妆品的那种香味 然后我把这两个搭在一起用的时候 我就能感觉到就是我闻不到那种塑料味了 因为被这个味道掩盖了嘛 所以就整体就是让我觉得可以用下去了 让我觉得不会说啊 每次用的时候很难受 我真的一点也不想用了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喜欢单独用这个的 我可能用上两下我就不想再用了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厚重的油 所以呢很适合大干皮 然后很适合冬天和干燥的时候 因为你就是需要一个很厚的油 把你的脸给护住 看你吧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超级大干皮 你又想在面霜上面稍微省点钱的话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好的option 因为我最近花的钱有点多你知道吗 就是斯布兰打折 买了很多彩妆品就很贵你知道吗 不想再花钱再去掏钱买一个新的很贵的面霜了 所以我还是会用的 然后最后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唇膜 就是蓝芝的这个 这个是我之前那个套装里面送的 但是呢本身这种这个蓝芝的唇膜 我应该已经用过了三罐以上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说一下的 就是包括这一罐吧 你看它已经被我用的快用完了 因为我用这个用的还挺快的 它是一个草莓味的草莓泡泡糖那种味道 是很香甜的那种糖草莓糖的味道 然后你抠出来之后它是 抠出来之后它是粉红色的 很润的一个唇膏的那种感觉 我一般是把拿它当成晚上的一个唇膜 因为我这个人嘴就是会比较干 嘴皮比较干 所以就是特别到冬天的时候 有时候你在抹那些哑光唇膏的时候 就会觉得哇今天抹完这个哑光唇膏 我第二天嘴上一定会起皮呢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晚上就会用这个厚厚的涂一层 然后包括嘴唇的周围也涂上 就是这么一大圈全部都涂满 厚厚的这么一层 然后你第二天起来就把那个擦掉 然后嘴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嫩 然后呢如果你今天的嘴上有死皮 你也不要去拔死皮 你知道吗 就是你拔的话 你可能会把那个拔破 然后就流血了 你就可以把这个这样子抹上 然后第二天它那个死皮会软化 你再把它这样擦掉就可以了 我觉得唇膜对于我这种嘴皮容易干的人 真的是一个冬天必备的东西 这个我可以说是我到现在为止 最喜欢的一个当成夜间唇膜的产品了 有一天我不去试用别的唇膜的话 我是一定会回购的就这个 我给它打了一个五星 我觉得它应该算是我的一个all time favorite 因为我没有把一个护肤品用完过 可能四五个三四个那种的 这个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东西 好然后这就是今天的九样产品了 这次得到五星王的呢 是这三样东西 我觉得还是很实至名归的 然后这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 我也是从天亮录到天黑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察到这个光线的变化 希望这个视频你也看得开心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B站的小伙伴 不要忘了给我一键三连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见了 拜拜